你可以带着你儿子去外国读书 我支付你生活费 包括你儿子全部学习的费用 直到大学结束 只有一个条件离开解工程 不要在他面前出现了好吗 这是我的年薪 从现在开始到我退休 即便不涨薪 你算算应该给我多少钱补偿 我在国内还有妈妈跟弟弟 把他们都接到国外去 你可以负责吗 我弟弟在临水 房地产公司当总经理 他的工资你能付吗 如果这一切你都付得起 我就答应你的条件 我还会 老公是你的 是我两年前拱手让给你的 我希望你能好好珍惜他 你看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要不要救他 辛苦了 谢谢 应该的 好 当小三的别这么理直气壮 你又戴着墨镜 记住你没理解人 不用写 我痛恨所有的第三者 不用写 我痛恨所有的第三者 请找别人 悠悠 既然你明白 被别人破坏家庭的痛苦 帮忙我 不要再出现在我和简红尘之间了 好吗 你是因为 曹老师发的那张照片是吗 我们见面真的是一个巧合 碰巧碰上的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看我的电话 我这段时间有没有跟简红尘联联系过 你随便查 我用不着看你的电话 只要你还在上海 简红尘她的信就一直在你身上 馨儿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她怎么想是她的事情 连你都控制不了 我能控制吗 悠悠 我提供给你机会 你可以带着你儿子去外国读书 我支付你生活费 包括你儿子全部学习的费用 直到大学结束 只有一个条件 离开简红尘 不要在她面前出现了好吗 我这是在帮你啊 你现在内幼外患 难道你不怕你现在这种情况 影响了你儿子的学习和生活吗 换一个地方重新生活不是更好吗 好 馨儿 连你自己都要靠蒋红尘的抚养费生活 你哪儿来得这么多钱 我当然有 那好 那我们来算一算 这是我的年薪 从现在开始到我退休 即便不涨薪 你算算你应该给我多少钱补偿 去国外是吧 那还有来回的路费 我跟我儿子的住宿费 生活费 我在国内还有妈妈跟弟弟 把他们都接到国外去 你可以负责吗 我弟弟在临水房地产公司 当总经理 他的工资你能付吗 如果这一切你都付得起 我就答应你的条件 我还有会 不要让他进来 不要开门 丽莹 丽莹 你不是外国可以 但是你必须离开上海 我告诉你 要是不离开他 我不能看来在来在哪儿 你发责我不想办 卡班 卡班丽莹 麻烦你帮我定一份健康餐吧 我今天不注意吃饭了 好的 谢谢 客气 喂 喂 不好了 宁总 你那个同学 在门口和保安闹起来了 你别拦着我 你不能进去 我怎么不能进去 我找我同学我怎么不能进去了 不是 您 您 您别在这儿大声训好好 您要 您要你给我出来 您不可以进去 您要你给我出来 您不可以进去 干什么 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我找我同学 你有什么资格瞒着我呀 你要是我在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报警了啊 你报警吧 看警察来了是抓我还是抓你 不是 您冷静一下好不好 咱有什么事好好说 你干什么呢 你们都是一伙的是吧 你们都是您有派来的是不是 给我把他找出来 不是 您 您 您听门听见 女儿 喂 天津爷 麻烦你帮我通知一下景洪城 陈馨儿又来找我闹 他现在在我公司呢 赖着不走 你帮我跟他说一下 让他赶紧想办法解决一下 现在是你公司了 对 我跟保安说了 暂时别报警 但他现在闹得挺厉害的 但我又实在不想见他 你帮我通知一下吧 谢了 您要 我 对不起 这事我马上处理 那个什么我们俩正好在一起 就这事 挂了 别 他是一个人去的吗 是啊 那行 我马上解决 是 江师傅 陈欣现在突然间来上海了 这样你赶紧去我家 看看孩子在不在 如果要孩子不在的话 你去那个 三零二的邻居家 看看小地瓜在不在 我估计 他有这么一个可托付的朋友 好嘞 好嘞 有什么事随着跟我联系 就这样 我回到上海 谁呀 物业检查 谁呀 我不认识你 小地瓜是不是在你们家呀 江叔叔 是 喂 金总 郑姐 情况怎么样 照您的吩咐 已经派人过去盯着陈欣二了 但是没有路面惊动她 您用那边 我也派人向她老板解释过了 不会对她工作有什么影响 行 那下一步吧 好的 金总 你喝口水吧 谢谢 谢谢 洪汉大哥 你看咱俩这是何必呢 你要是不嫌累呢 咱们俩都这么耗着 反正我没工作 我可以一天待在这儿 我真的不能让你进 让你进 我的饭碗就丢了 喂 姚阿姨 喂 姚阿姨 陈太太 出事了 小地瓜被一个男人带走了 她说认识孩子她爸 我想拦也拦不住 什么 被人带走了被谁带走了 喂 喂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抱歉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咋不是说好了吗 你 你不能进去 我还陪人抢跑了 还出生一次的了责疤 放开 陈俊夕 你让开 杰总有话跟你说 老杰伯珍 孩子 我接走了啊 没事 你把孩子还给我 还给我 以你现在的精神状态 孩子不能跟着你 以后呢 小地瓜我抚养 你也不用回深圳了 你还去哪儿去哪儿 秦宏珍 你太背皮幼稚了 你要接着这么闹 一会儿警察就来了 孩子现在挺好的 你只要顾好你自己就行 张姐 张姐 带我去见简红尘 她让我做什么 我都听她的 求求你 带我去见她 好吗 对不起 我只是个打工的 我没有这个权利 我就是 就是 你可以 我 可以 你 我要 不要 我 我 来 盈总 您那位同学已经走了 是吗 嗯 自己走的 保安说来了一位女士 跟她聊了几句话 然后她就不闹了 后来就走了 好的 我知道 嗯 今天辛苦你了 应该的 儿子 你妈妈是有急事去忙去了 等你长大你就知道了啊 大人都有事要办的 爸爸骗人 爸爸没骗你 这不是让江叔叔去陪你了吗 一会儿啊 你让江叔叔带你去吃个汉堡 吃饱了以后回来睡觉 好不好 来 给米饭 别哼 来 给米饭 你放心吧 监总 一会儿上次你女儿嫂就过来了 这儿有我 你都挺放心 行 我也尽快订机票 让你带孩子来上海 好嘞 监总 刚刚您有公司的保安 给我打电话 说陈青儿二十分钟前 就已经离开了 所以那边暂时应该 不会有麻烦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有点奇怪吧 陈青儿说不来 你真不来了 也许真怕了 我再等等吧 那好 有事你找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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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